在掌陣資訊方,有一部彩色的八達通掃描器 要使用掃描服務,是免費的 首先,在操縱版面選擇Scanner 將要掃描的文件放在左上角 你可以在觸控式屏幕進行各種設定 例如Scan Settings,你可以更改Original Type 即是黑白、灰雞或彩色的掃描 另外,Resolutions也可以設定 你亦可以更改Scan Size 選擇Auto Detect等掃描器自行偵測你文件的大小 而選擇Custom Size,就是你自己定下文件的大小 除了Scan Settings,在觸控式屏幕上有一項Auto Density 可以為文件的深淺度作設定 你亦可以選擇輸出的檔案格式 按Send File Type or Name 可以選擇輸出格式為Tiff or J-PAD 或者PDF 或者High Compression PDF 完成所有設定後 可以將文件傳送到自己的電郵 或者指定的電腦裏面 要傳送到電郵 首先,在屏幕上按Email 再選擇Menu Entry 然後輸入你的電郵地址 確定輸入無誤後 再按OK 按一下綠色的Start按鈕 就會開始掃描 如果有其他文件需要掃描 可以再按綠色的Start按鈕 直至完成為止 一般來說 以掃描的文件如果不多過4MB 是會以同一個電郵傳送給你的 如果你所掃描的文件大過4MB 你的文件將會被分拆開來傳送給你 完成整個掃描程序後 可以按井按鈕再結束 你的文件已經被傳送到你所輸入的電子郵件裏面 如果要將文件傳送到指定的電腦 首先在屏幕上按Folder 選擇你的電腦編號 然後按Start按鈕 完成之後按井按鈕結束 你的文件已經被傳送到指定的電腦裏面 與其需要的件 Haven 找到了指定的電腦裏面 被傳送到指定的電腦裏面 到指定不會被傳送到指定的電腦裏面 你的電腦裏面 很值得不在於 你現在找到指定的電腦裏面 需要件緊急的